張豆腐 李豆腐 賣豆腐的啦 張豆腐 李豆腐 然後枕上絲兩千條路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直在想風想戲 明天我要賺更多的錢 明天我要 喊更多的帥哥 張豆腐 李豆腐 然後枕上絲兩千條 天條路 哇 明朝依舊賣豆腐 還是要賣豆腐 張豆腐 李豆腐 然後枕上絲兩千條路 明朝依舊賣豆腐 然後有一個叫志工 他是梁武帝的一個宰相 他是悟道的人 有一天梁武帝說 師父啊 師父啊 你的 我請了一個宮廷畫師 幫你畫一下畫 你的畫像 他說可以啊 然後那個志工寶姿 就是寶姿和尚 他就坐下來 然後畫師也準備要開始畫 結果畫師 想他的頭 想他的頭 想他的一炷香 玻璃炷香 他還沒有辦法下水 然後 終於畫師開口就說 師父啊 你吃十杯好不好 你不要動嘛 然後他寶姿說 我沒有動啊 我坐在這裡好好的 他說 不是你身體不要動啊 是你的頭不要動 然後 我一下看到你的頭是關心菩薩的頭 我一下看到你的頭是馬明菩薩的頭 我一下看到你的頭是 所謂的 純吉火舞的頭 那他說 好好好 那我不要動啊 然後寶字和尚 他就真的不動了 就定下來 結果那個畫師 哇 眼睛一定要開始畫畫畫 你知道嗎 他畫出來他的頭幾個都 十一個頭 那就是十一面觀音 就是我們的寶子 叫志工 他每次出去 誤導人當然就是要去跟人家 所謂的 你要圍山啊 你要開悟啊 然後每次他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都跟他老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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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女兒 你告訴我耶 他女兒怎麼講 他女兒講的一句話就是意意意 他就講三個字 意意 你看喔 他就講說意意意 春上的花 你看像現在夏天了 開滿了百花開放 蝴蝶也來的 蜜蜂也來的等等 所以充滿了綠意 所以變成兩個很極端的對比 唐金師認為說 喔 杜宗盛很難難難 但是他女兒叫林兆 林兆小姐她就說意意意 你看喔 春上來了 然後春鴨也來了 百花也開了等等 因此我就覺得啦 就是說 就像剛才講的 那個故事就是 我們真的是平常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想法 可能會想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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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還是要面對這個 事實上的一個所謂的現實 我們還是繼續會生活下去 那這個中間觀念在哪裡呢 就是所謂的 剛才就是說 這個唐居士的這個故事 到底你是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像那個黃土山的老師他講的說 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 不是要深接受它 處理它 放下它嗎 當然第一個是面對它嘛 面對它 處理它 接受它 放下它 因此就是說 那個是一個所謂人類的心態問題 那我是覺得說 射大這個場域 尤其各位大菩薩 都在這個場域當菩薩 然後所謂當菩薩的精神來當志工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很敬佩各位 但是真的 人就成為賣鬥無人一樣 人都會有思想思考 人都會有不斷的在變化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最敢配的就是明朝一就賣鬥無人 什麼 你繼續幹志工就對了啦 可以嗎 就是不管我們想什麼 或不管我們要面對什麼 就是繼續當志工就好 就是明朝繼續賣鬥無 好不好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 我想 我想也不用再談 談太多了啦 有問題再找我們就好了 因為大家要老鄉 那也更謝謝社長 還有我們的社會他們志工 朋友 再次跟各位繼續恭好 謝謝